说日前江苏镇江的张女士发布了一个视频 她老公手拿棍子狂打她的羽绒服 打完还很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有网友调侃说不敢打人只能拿衣服出气 看来平时没少受气呀 说近日瑞典哥德堡电影节推出孤岛电影院 邀请一名影迷只身前往灯塔岛 一周之内观看60部首映影片 同时不可以带手机 岛上也没有家人或朋友的陪伴 将疫情时代的社交距离发挥到极致 估计这60部电影看完 以后再也不想看电影了 说近日美国一位母亲回家走进浴室 发现孩子们毁掉了价值上万元的化妆品 这位母亲是一名化妆师 家中存放有大量化妆品 脚边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母亲的绝望 但还是要忍住是自己亲生的 说英国一名IT工程师 不小心将藏有7500枚比特币密钥的硬盘 当垃圾扔掉了 按照3.2万美元限价估算 大约2.4亿美元 他表示后悔莫及 加密数据公司估算 大约有300万个比特币将永远丢失 这是我听说过丢得最贵的东西了 说印度一名珠宝商 打造出一枚相有12630颗钻石的戒指 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该戒指名为荣耀之戒 从造型设计到最终打造成成品 一共花费了近三年时间 外形宛若一朵盛开的万寿菊 总重165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